朋友您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7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鸣谢TKC 谢谢 同时感谢所有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今天 克里米亚可是又有一个突发事件 报道突发事件之前 先跟您说一个小事情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最近几天土字可是很不清楚 原因是前几天吃饭不小心 崩掉了一点牙齿 结果就露出了一点牙匠 然后一说话舌头就碰到这里 一碰到这里就疼 由于条件反射 一疼舌头就往回缩 所以土字就不清楚 所以还请您多多担待 好 咱们开始 今天早上 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首府 新菲罗波尔郊区瓦尔迪斯克村的俄罗斯海军机场上空冒出了黑暗 据当地人说 早些时候在俄军基地领土上听到了几声爆炸声 据消息人士称 当地军事部门和执法机构认为 这可能是一架小型乌烟机袭击了机场的弹药库 这座机场属于俄罗斯海军管辖 部署了12架苏24M战斗轰炸机和12架苏25SM对地攻击机 此事可能并非单独事件 因为一天前的8月16日上午 俄站的克里米亚战科一地区 迈斯克村附近一个弹药库发生爆炸 一座变电站也燃烧起来 在早前一周 8月9日晚 克里米亚新费多罗夫卡的俄海军机场同样发生爆炸 导致至少9架俄军战机被毁 总计约10亿美元的损失 一连串的基地和弹药库爆炸事件 引发当地人和俄罗斯游客的恐慌情绪 大量小汽车是争先驶出了克里米亚 几个小时内 车辆通行量创历史新高 约3.83万辆汽车沿着克池大桥行驶 导致克池大桥产生严重的拥堵 一位英国记者写道 显然 人员流动是在战科一地区的一个弹药库爆炸之后发生的 克里米亚占领当局还报告说 由于铁路受损 火车停运 对于前后三起爆炸事件 俄罗斯军方总体来说归咎于偶然因素 不是沿头乱丢 就是事故导致 而乌克兰方面对事情既不承认也不拒绝 乌克兰总统顾问闪烁其词地表示 俄方应该把消防条例好好贯彻 转身又说 俄罗斯游客最近还是不要来克里米亚旅游了 这是对你们自己身体健康负责 实际上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这些事情不可能跟乌克兰毫无关系 联想到最近乌克兰高层号称要带赫尔松发起反共 并且坚定宣布此战必将要以收回克里米亚和卢顿地区为结束 有理由认为他们已经展开了切实的行动 据称俄罗斯当局在周三早上之前关闭了克里米亚大桥几个小时 理由是据称来自乌克兰的攻击威胁 克里米亚大桥本身也面临乌军的打击威胁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占领区域或俄罗斯本国境内 打击行动也屡见不现 今天的新闻报道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一段铁路被炸毁 从图上来看爆炸威力不大 路级上出现了一个不大的爆炸坑 但是钢轨已经断裂 假如有火车通过必然产生脱轨 当地执法部门勘测后得出结论 铁轨是被大概200克左右的TNT炸断 可见这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特工的手笔 一般人哪能这么精准的控制爆炸当量 开战170天 俄罗斯非但没能解决乌克兰问题 反而在战争的泥闹中越陷越深 原本俄罗斯公众认为安全的克里米亚不再安全 原本俄罗斯当局认为固若金汤的本土也屡遭袭击 俄罗斯的未来必然因为这场战争变得越来越动荡 和越来越不稳定 俄罗斯国内日子也不好过 捉襟见肘弄虚作假 拆东墙补西墙 这样的日子能撑多久 据报道 在俄罗斯国防企业已经引入了全天候工作时间表 但员工薪水却没有增加 记者罗曼在电报媒体上写道 不想两班到工作的员工只拿到一半的工资 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已经开始对国防综合体的公司和企业进行隐蔽的工业动员 因此企业引入了全天候工作时间表 然而工人拿不到更多的工资 此前ISW美国战争研究所报道称 俄罗斯当局正试图重启一货扩大军工工业 以便俄罗斯能够在乌克兰进行长期的积极敌对行动 后来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分析说 作为豪斯特克公司工业动员的一部分 从8月初开始禁止所有管理层和大部分工作人员享受休假 还有咱们前面视频里提到的俄罗斯军工的那只机械狗 当时没说的太细 今天咱补充一下 在军队2022论坛上 俄罗斯人展示了一种军用机器狗 命名为M81 在展会上 这个战斗机器狗背上背了一个质量为3公斤的一次性的RPG-26榴弹发射器 社交媒体用户发现 俄罗斯的M81机器狗与浙江产的机器狗是过于相似 而浙江产的机器狗可以在全球速卖通上以2700美元左右的价格购买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虽然图像资料显示M81背了一具RPG 但浙江产品的负重能力仅为3公斤 所以如果RPG发射器里有火箭弹的话 那么M81它就背不动 而且火箭弹发射的后座力恐怕也是M81无法承受的 所以要将其投入实战 俄罗斯军工企业可能还要做相当多的工作 如果有人把M81当成俄罗斯军工领先世界好几年 甚至是好几十年的例子 恐怕要一笑大方 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开始从白俄罗斯的武器库中拿走重型武器 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可能是前线对这种武器的强烈需求 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传播中心报道 俄罗斯人可以进入白俄罗斯的仓库和储存中心 为他们的部队搞到火炮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 媒体认为这是由于俄罗斯占领军在及时向部队提供弹药和军事装备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 毕竟运输距离每天都在增长 维修和修复基地也越来越远 占领军已经进入了白俄罗斯的位于霍梅尔的第1868炮兵基地的军火库 我们可以这样说 虽然俄罗斯战争潜力巨大 但是按照目前这种把老头送上战场 把老旧武器从坟场里拉出来 然后到处搜刮可用武器的做法 俄罗斯顶多也就撑个三五个月 但乌克兰背后有40至50个国家的军工复合体 为他提供武器装备和弹药 我们是真心不相信以俄罗斯一国之力能对抗这40至50个国家 那些相信俄罗斯能单挑50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今天战线依然没什么变化 我们也是认真翻看了亲俄账号和亲吴博主 没发现关于战线大幅变动的报道 所以咱们就来聊一个战力 昨天在卢干斯克州的立场斯克 乌克兰前国安局楼房被海马斯以为平地 这件事其实很重的 只是被克里米亚的战科伊弹药库爆炸抢了风头 其实这座前国安局楼房里住了大量的俄罗斯军人 海马斯打击据说产生了100件左右的尸体 俄军又一次遭到了重创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似曾相识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乌克兰战争越来越像阿富汗战争了 虽然俄军没有在战场上遭遇战役级别的失败 但此起彼伏的抗争和袭击消磨了俄军所有的锐气 最终不得不黯然收场 当然有一点还是不同的 阿富汗战争苏军十年中只损失了5万人 然而在乌克兰他们到现在已经死了差不多这么多了 昨天泽连斯基的顾问米哈伊洛布多利亚克讲了一番话 说的是关于乌军未来将如何在南线反攻的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反攻需要像巨大的拳头一样的大量人力 而且只能超一个方向前进 但乌克兰的反攻看起来却不大相同 乌克兰不会使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策略 乌克兰希望通过缺乏补给和弹药来削弱敌军的实力 这将使俄罗斯人像战争最初几个月那样山陷泥脑 确实得益于海马斯和M270远程火箭炮 乌军目前正在改变战场态势 俄军有力使不出来 但乌军目前缺乏大量杀伤俄军的工具和能力 因此战场状况呈现焦灼的状态 打不了又停不下来 我们的看法是 假如乌军得不到更适合的重型武器 假如俄军也无法获得其他负责人大国的支持 目前这种焦灼状态恐怕会长期持续下去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机频道 稍后咱们再会